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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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序不如夏天 如果有一段假期 你會想在哪裡 跟誰一起度過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影片由Sena耳機暫著播出 Sena推出資品牌Pirani的A20耳機 擁有和Sena調教出的音質和連線品質 耳機上的螢幕讓我們不用再拿下帽子看燈號 還要舉起帽子聽配對音效 可以直觀地看出連線配對狀態 A20的電池電量相當大 在對講下可以使用16小時以上 如果單純聽音樂、導航或測速 可以有更久的續航力 不用爬一整天的機車旅行 會陷入耳機沒電的窘境 這趟旅程就會有Pirani的A20耳機 與我們一起同行 之前親屬水族魚影片中 少傑的哥哥軍偉問我端午連假有沒有空 要不要一起去騎車 剛好他們家的店面要搬遷到另一個比較大的地方 會有半個月左右的電修 這對他來說是難得的長假 軍偉想趁這個假期去南橫看看 而我本來也有在端午連假去一趟東部的打算 於是我們就這樣約定成行 軍偉騎CBR150R 軍偉的朋友小雨騎近戰載著少傑 還有騎車CRF300拉力的我 和騎車DRG載著妞妞的卡卡 在週五晚上踏上這趟端午花東之旅 大學期間我曾經參與很多營隊活動 畢業後的第一份補教業工作 也會接觸到許多學生 所以和年齡比較小的學生相處 其實也算有些經驗 但這還是我第一次 和一群小我十幾歲的人 一起騎車旅行 剛好少傑和軍委 各自要從國中和高中畢業 準備進入下一個階段 這趟行程有點像超迷你版的國高中壁旅 領隊帶著學生出遊的感覺 我們的行程 第一天晚上會先在宜蘭過夜 第二天南俠花蓮沿路走走停停 目標台東遲上 第三天早上騎上南橫 一覽亞口的絕景 再下到台東 繞到沿海的台11線 北上花蓮住宿 第四天用悠閒的步調 再慢慢回北部 由於到出門前一刻 才終於做好當週的影片 還來不及把新耳機 裝到新的安全帽上 所以行程的一開始 我們是沒有用語音溝通的 還好第一天晚上的路線還算簡單 都是走過好幾次的首路 從深坑、石錠 踏上106椅來到平林 再接著走後段北宜公路往宜蘭 端午前夕下了好幾天的雨 當天下午也是一陣雨洗 還好我們出發時 雲雨已經散去 但山間的空氣 還流著雨洗過的濕氣 在霧裡蔓延 我們謹慎安全地 擠在這條路上 一段時間後 我們就來到新北和宜蘭的交界處 點亮燈火的南陽平原 直臨眼前 東部旅途的序幕 就此展開 經過仙街公園後 迎接北宜公路最後的段落 地圖上看起來 折折疊疊 反覆迎面的髮夾彎 一旁的蘭陽平原夜景 每過幾個彎就逐漸放大 大到我們已經置身其中 不復健 就來到了平地 右轉續行台九線一小段後 轉進一條小巷 去我們打算用餐的地方 公園農場 我們把機車停在一旁的停車場 搭乘店家提供的接駁車上山 司機熟忍的駕駛駛車 就像攀岩高手 三兩下就爬上山腰 來到餐廳所在的地方 冰的還是冷的? 冰的啊 木質地板 屋外露天桌 空山新雨後 被雨洗過的氣味 柔和的燈光 享受假期的人群 在這裡可以看到更加迫近的夜景 今天什麼時候來啊? 六月四十五號 很快喔 很六十二號 在哪裡? 在國關街六十二號 好 倒在去 這麼多溫柔 好想吃喔 好想吃喔 我每次都加牛肉塊好好吃 你要拍星星喔? 對啊 眼前的美好 海上的夜空 無聲的雷雨包清光湧動 和我們所在餐廳的暖色呈現對比 接下來的路程 如果都無風雨 當然是最好的 但就算天候不佳 我們也會穿上雨衣 無迴前行 這或許就是 機車旅行的浪漫之處 好空 好玩嗎? 難以難耶 他不知道 他知道 他知道要來看夜景 小心啊 拜拜 謝謝 用過餐 再次搭上接駁車回到平地 我們沿著國道5號下的191線道 一路來到今晚 在午節的住宿地 哇!我們現在這邊有三個一樣的包包 會不會認錯包包呢? 很好笑 真的這麼開心啊 狗狗直播 盥洗過後大家紛紛休息 我則是利用時間把藍牙耳機裝起來 以理解下來幾天的路況溝通 其實裝耳機不難 把內襯拆開 線藏進去就好 一回升二回收 裝完之後我也趕緊去休息 會隔天前往台東的路途儲備體力 隔天前往台東的路途儲備 第二天早上9點多 我們收拾好行李離開民宿開始第二天的行程 因為大家耳機品牌不同 我們先用Discord這個APP來郡組連線溝通路況 沿著台二線往南 在7-11蘇澳港門市吃早餐 - 哈囉 - 哈囉 蘇花是第一次走了 - 第二次 - 第二次走 - 十點走過了 哦 早上10點左右 我們就踏上台九丁 舊蘇花公路 蜿蜒的領海山路 在靠山壁的一側 隱約可以看到海在左邊無盡遼闊 因為除了我 其他人都騎白排車 所以我們目前也只能走舊蘇花 好天氣加上車少 讓這段路雖為漫長 卻也還算享受 經過東澳南澳 通過大佐水橋 進到花蓮縣的範圍之內 經過和平 通過蘇縣五十的人水隧道 大約花了將近兩小時 我們終於走完蘇花公路 在全家崇德門市 等著和一位住在花蓮的朋友會合 雖然才剛過端午 是夏天的開始 不過天氣就已經相當炎熱 其一段時間就停下來休息喝水 也是很重要的事 休息過後 也愛騎車的花蓮朋友明杰 要陪我們同行一段路 順便帶我們去他推薦的餐廳 接下來就交給花蓮在地 我朋友 花蓮在地人 他待會就帶我們走一些可能 算了可以亂跑 對對對 平常可能不會走的地方 我們從台九線大路 繞進一旁的小巷 每一兩分鐘就到了一個海灘 我們在這裡燒停一下拍拍照 那我把車子先過來拍一點照 好了 有拍到什麼嗎? 我沒有放棄吧 哈哈哈哈 白忙一場 我們會去花蓮光復的一些點走走 然後剛好另一群朋友也騎車來花蓮玩 我們就約在光復一起吃飯 在路上明杰很大方的 讓我騎騎看他的YAMAHA BO950 我那邊沒有手機架 沒關係 我用手機架 好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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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拆一點 不然不能看 喔好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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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還不太習慣腳踏 打擋桿 剎車的位置 他沒有檔位顯示 對我這種 從雪擋車開始 就一路看著擋顯過來 非常依賴的人來說 是有點不習慣 但適應後就不是問題 900多cc的大雙鋼力量十足 美式機車的坐姿 就像躺在沙發裡 配上花蓮抵直的長路 青山高聳 藍庭開闊 到光復堂場附近 明杰帶我們到了一個 叫做拉索埃泳泉的地方 傳說中 神鳥拉索埃 留下6滴眼淚 化作6個土耳其藍的泳泉 美景名勝 固然本身就吸引人去觀賞 但如果背後多了一點故事 就會更有韻味 離開拉索埃泳泉 我們來到位於花蓮光復的 泰巴朗部落 泰巴朗指的是範圍廣大 歷史久遠的部落 這裡的居民原先也是傳統信仰 在日本殖民時代 被迫改姓天造大神 日本人離開後 基督教天主教也來到這裡傳教 這裡目前是泰巴朗部落信徒最多的教會 明杰說這裡在耶誕節的時候會裝飾得很漂亮 這勾起我的好奇心 或許以後可以在冬天的時候來一趟 接著我們前往明杰推薦的餐廳泳餐 和也來花蓮玩的朋友們會合 阿羅哈 剛好來躲雨 哇獨立成人 厲害了 哇好帥喔 天啊 車好帥 車好帥 你在思考你的路線嗎 跑不起來啊 好了 尿尿 好帥喔 不要走囉 好好好 吃完飯後和明杰等人道別 非常感謝他的陪伴與引路 下次再見面 可能也是幾個月後的事情了 這時間花蓮北方 雲層厚重 正在下大雨 朋友們決定陪我們一起南下逛逛 等雨勢小了 在北上花蓮 從餐廳出發不久 就來到瑞穗以北的193線道 這是我第一次來 和瑞穗以南的路段相比 感覺比較窄 也比較輕優 不如夏日的天空 黑的比較沒那麼快 路上幾乎沒有來車 我們享受著在天地齒路間 求遊前進 正當一切都剛好的時候 然後就發生了點狀況 天威的牌架居然斷了 還好他帶了束帶和繩子 可以暫時排除狀況 我想說幹嘛出來 因為我剛進地區怪怪的 然後我就沒聽到他們說 然後幹嘛出來 然後我以為你們有排除 這個應該還好 這個應該還好 這個也很漂亮 應該還好 在瑞穗補充油量後 我們轉上台九線 我們下一個要去的地方 是花蓮的東里車站 東里站分為新站和舊站 我們先來到較外側的舊站 他倒舊了是不是 那到底是舊了還是新的啊 好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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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可以進去嗎? 我是可以進去啦 可以進去 沒有啦,這個是自行車道 終於走到一點跟它有關係的路了 很珍惜耶 如履平地啊 雖然只有短短一小段 但是騎著越野車在土路上奔騰 有種原始的野性讓人興奮的過癮 接著我們前往 聽說可以拍出漂亮照片的新站月台 我們來到這裡的時候 太陽已經完全落在山脈之後 暮色降臨 平原上的家戶燈光亮起 雖然沒能拍到青天綠草的樣子 但在這向晚的藍紫灰色調中 更有一種雅致的寂寥 好,拜拜 拜拜 拜拜 離開東里車站代表我們要分道揚鑣 因為他們要北上花蓮 我們則是繼續向南往池上前進 大約不到20分鐘的路程 我們就到了位於池上的住處 放好行李 我們去附近的池上夜市買晚餐 騎了一整天車 大家也就早早休息 準備迎接明天的南橫亞口行 大約早上7點 我們收拾好東西 開啟第三天的行程 現在家戶站補滿油厚 踏上台20甲 往南橫方向前進 這一天 天空水藍 雲朵棉白 早上7點 大地還沒被烘烤 空氣涼爽 跨過初萊橋 轉進台20線 踏上南橫公路 2022年5月初 是中斷13年的南橫 重新開通的日子 那天雖然熱鬧 但是人車砸踏 也沒辦法好好享受南橫的民進 這一天上山的路上 也許是時間上早 幾乎沒有其他車輛 我們沿著溪谷逆流 慢慢往上 經過天龍飯店 我們稍停一下 上個廁所 再度踏上台20 其實在天龍飯店 有停下來的話 有遇寒衣物 就可以先穿上 因為接下來 就會在不知不覺間降溫 等意識到的時候 已經會冷得有點難受 隨著海拔逐步攀升 可以看到更遠的景色 山冷與天的交會 刻畫出 身往更高的界線 經過向陽館之戰 就知道亞口不遠了 走過最後一段壯觀地勢 我們來到台東海端 和高雄桃園交界的亞口 請問如果要去那邊的話 要等他們車子過嗎 你看車這樣 也飛不去了 好好 在往上爬的過程 沒有遇到雨霧 就大概知道這天 應該看不見雲海 雲在過高的山巨集 映照著遠方的天晴 很榮幸 我可以陪著軍偉 少傑 小雨 一起走過這趟南橫出體驗 好啦我幫我幫我排一下 快點上面有風 上面有風 快點 在哪裡 因為風實在太大 我們拍個照看看風景 就離開了 因為無論是在這時候 才要東進上山 或是從高雄端 傳過來的車輛都不少 下山的路 就花了相對比較長的時間 而南橫在我們去過的每兩天 每山口到天池就封閉了 陷軍的地勢間凱藻的路 真的是要且走且珍惜 經過摩天有一處空地 我們在這裡燒停 脫下雨衣 以應復因海拔降低 逐漸上升的氣溫 想進去 想進去 下到平地 這次我們選擇在初來橋邊的涼亭 我們稍停一下 樂不歪歪的狗 你是台北騎士嗎 對 我可以給你咳照一下嗎 好好好 謝謝 我認得出來啊 因為 是狗 哈哈哈 不要被 我們來看吧 3 2 1 你們要去哪裡 你們要去哪裡 我咧 你好我咧 好好好 可以再拍一張嗎 好好好 你們要去哪 然後回去高雄 喔 3 2 1 好 OK 謝謝 拜拜 上次經過 上次經過 就覺得這裡風景很美 但天色並不漂亮 這次是個日光奪目的大晴天 初來橋周邊的景色 既有天藍 公路的灰 稻田的金黃 深綠群樹 淺綠草木 河流翡翠 還有一起同行的旅辦 雖然當下的天氣真的很熱 但我很開心 我們一起在這裡 很熱嗎 蛤 很熱嗎 很熱嗎 很熱啊 快點啊 我先吃飯 好 走 下完太陽 回到時尚吃午餐 再到附近吃個豆花 再到附近吃個豆花 哇 在修整過後 準備迎接下半天的敵城 連著台九線往北 轉進台三十線玉場公路 從花蓮玉里到台中長濱 越過海岸山脈 穿過隧道後 進到花蓮台東交界 這裡有一處觀景台 我們在這裡燒停一下 喝杯飲料 繼續往東 台三十和台十一垂直交會 就向直直往海的方向前進 在交會處 我們走轉北上 前往下一個景點 金剛大道 轉進東十三 繞過了一個彎角 彼直的道路在眼前延伸 波浪大道 也許因為入口出的強制藍艇 滿部的停車空間 以及眾多的人潮 讓我上次覺得沒有那麼享受 金剛大道 則是相對單純 只有一條彼直的路 兩旁成熟飽滿的稻穗 落躺在西方等著日程的金剛山 以及隔著一點距離 卻依舊寬闊的太平洋 太近了 超級 所以 這個生態 有種算稱 地朋友 哈啰 嗨 好久不見 對啊好久不見 我們下次等開幕再去吃 離開金剛大道 我們繼續沿著台十一線北上 再經過進埔北回歸線時補充一下水分 再繼續往今天的最後一個景點 石梯坪 石梯坪 有著豐科海石的沿岸地形 海石平台 隆起的珊瑚礁 海石溝 海石崖 海石萊 水可以柔顺的浮音任何容器 也可以化作无情的利刃 或是巨垂般的大浪猛击 延安地质 抵抗着脚边浪花 煽动拍打 远望宁静的主谋 沉稳的海平面 离开时踢屏沿着台十一北上花莲市 这是一段一个小时都没有遇到红绿灯的骑行 天空的色彩慢慢被抽离 暗夜爬上大地 一盏一盏的灯在傍晚醒来 终于我们到了住的地方 很棒吧 很棒啊 简单梳洗后 去东大门夜市吃晚餐 东大门夜市到啦 到啦 走回民宿的路上 一边顾着当天的首播 走到住处也差不多播完了 我们就到他们的房间串门子 一边 看完 看完那个 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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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好还在路上 刚好还在路上一边 一边 一边 走回來 从东大门走回來 吃什么 你們在什么东西吃的欸 你们之间还不错欸 我 我刚才一边看边吃 你还在看 你还在看 那是什么 新的吗 是你带直播的 噢 二刷是吧 他发现没东西就走了 是立狗 再回去再回去看一下 吃 看有没有机会 不想 吕斯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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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吃完了 没有没有没有 吃完了 没有没有 吃完了 没有 哇靠 哇靠 有够凶欸 我以前也有遇过这样 就我为他吃那个包装的肉泥 然后我就没了 就 超不爽的欸 这几天在外面 都是很热的环境 这是我们第一次 在舒适的空间 没有隔天行程的压力 一起放松聊天 在经过这几天的旅程 一起看了许多风景 虽然君伟 少杰 小雨 不知道是不是比较慢熟 路上话不多 但我们 好像产生了一种同行的归属 对于这个最后一夜 既享受当下在民宿的安好 在欢笑声中 就像一条浮线 感受到这趟难得的旅途 即将结束的惆悵感 越来越清晰 然后我们 准备回去睡觉 早点休息 拜拜 拜拜 晚安 晚安啦 呃 我们住的民宿就在海边 在离开前 到旁边的海堤 眺望花莲平静的海岸 在心中默默道别 今天的返程路 就是一连串的再会 与再会 离开民宿 起床前 先在麦当劳用餐 填饱肚子 再准备北上 踏上台九县 经过新城 太鲁格大桥 来到苏花公路 这趟行程中 看了很多形式的海 这陵海的峭壁 是我们最后一次的海景 在近两个小时的蜿蜒 包含等待施工管制的时间 来到宜兰蘇澳 军委等人要去新竹 打算走北横公路回去 于是我们就互道小心 在蘇澳分开 离开出花后 雨就开始下 我们继续沿着191县道 在国道5号的庇护下 少淋了很多雨 从花莲出发开始 在两三个小时的奔波后 我们来到宜兰市 一家叫做巷子咖啡的店 去喝咖啡吃晚餐 安抚沿途的疲惫 离开前 因为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所以就改用耳机对联的方式通话 两台A20连线的速度很快 透过萤幕 也可以清楚直到现在的状态 因为是直接耳机对联 讯号不用再经过网路来回 有了更少的减损 所以语音的音质 瞬间变得非常立体清楚 再次上路时天已经全黑 我们经过宜兰 郊西市区往北夷公路前进 如果自己一个人 在雨天的北夷公路上 想必是会起得相当厌世 而且战战兢兢 两个人 有蓝牙耳机通话 能互相注意前后 便能聊些和眼前的黑暗 无关的远方 让这段有点折磨人的终章 同甘于这几天的回忆 共同于最后的回家之路 这段夜雨骑行的苦 似乎也变得轻盈许多 这趟四天的端午花冬之旅 其余想去花冬的简单想法 又碰上军尾恰到好处的邀约 一道花莲有明捷的热情相迎 刚好也在花莲 就一起相遇吃饭逗风的挺围一行人 还有陪我一起远行数百公里的卡卡 以及没得选的妞妞 无需坠言的是旅途上的美景 多不胜数 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久违见面的欣喜 逐风同行的默契 别离时分心中淡淡的涟漪 永不褪色的蓝 越发鲜眼的绿 这趟端午花冬之旅 与你同行 在我有限的生命里 在这个初夏 长久鲜美 本影片由Sena和Pirani赞助播出 经过这趟旅行 我很满意A20耳机的表现 易于操作 音质清晰 续航力充足 外观上小巧 不会太突出于安全帽 详细资讯会放在下方资讯栏 这边也帮大家争取到专属折扣码 如果最近有需要添购蓝牙耳机的话 可以把握机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